年纪第一的成绩被取消 青梅竹马的校草被人夺走 只因这两个女孩 一个是失去记忆的孤儿 一个是坐拥千兆资产的贵族千金 然而本该被赶出学校的穷困孤儿 最终却带领让人闻风丧胆的僵尸军团 毁灭了贵族千金的整个家族 鸭鸭真厉害 又考了年纪第一 按照成绩 鸭鸭可以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 那考了年纪第二的校草 岂不是要和鸭鸭做同桌了 反对 第一排的位置是我的 校草的同桌也是我 岂有此理 你个倒数第一 哪来的勇气在这乱叫 这一千万是我交的班费 绿小姐 您看这桌子混成黄金的怎么样 你有病 黄金吗 我不要 我只要这个屌丝女 坐的最后一排的垃圾桶位置 啊这 两千万 嗨 鸭鸭算哪门子年纪第一 咱们的考试分数越低 成绩越优秀 绿小姐您请坐 我兵本是得来的座位 为什么要让出去 小小哥哥你说呢 阿吕 我发现原来你的气质 那么高贵冷艳 能做你的同桌 是我的荣幸 喂 我好歹也是个高富帅 你怎么有脸跟我做同桌 突然好生气 我要控制不住了 通通去使吧 还从没有人敢在我的学校里 如此嚣张 给我冷静一下吧 这 这不是失踪很久的鸭鸭公主吗 这些狗屁蛋仔敢冒犯我们僵尸军团的公主 可恶 校长 您真是太酷了 这种判定的学生就该罚他打扫十年厕所了 不行 爸爸爸爸 他欺负我 那个鸭鸭必须从学校里滚蛋 阿吱 我看学校厕所地板破了 这一尊黄金就拿去铺厕所吧 来人啊 给我把他丢出去 你们凭什么赶我走 明明他才是霸凌者 唉 你就认命吧 人家可是土豪家的千金小姐 你不过就是孤儿院出来的 脑子太坏掉了 连自己的家人都忘了 无依无抗活该你受欺负 谁说鸭鸭无依无抗 鸭鸭是我的女儿 我就是她的依靠 僵尸博士 他怎么是我爸爸 哎呀 这一笑要玩 这个鸭鸭居然有个淡崽岛最牛的爹 切都给我听好了 你们谁能把僵尸博士干掉 这颗有钻石组成的恒星 我就送给他 阿喜 僵尸博士算个屁啊 看我用指甲刀刀死啊 喂我是校长 这么重要的任务只有我能上任 僵尸博士 我要代表正义 击逼你 啊 怎么地震啊 所有欺负我女儿的人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就这样 黑心的校长二人组 被僵尸大居 传送到了班班幼儿园 进行改造 哼 这次就放过你 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手绿 快跟爸爸坐直升机离开这儿 老板 咱们的直升飞机被僵尸吃了 嗯 什么 弄我的保驴豪车呢 什么都没有了呀 僵尸军团摧毁了您整个家族和财富 杀 最终在鸦鸦的好心劝说下 土豪绿小姐和校草 被博士送去了垃圾星 他们三人 从此过上了相亲相爱 一家人的快乐生活 其得鸦蛋和波蛋 有小便宜我不占 快乐游戏反诈骗 我和坏蛋说再见